念佛感应路 一、十一、临终助念生辰之鉴 七、临终冤献念佛往生 编者、慧敬法师 龙海市剿美镇王江村农民郭亚章 今年六十岁 农历润八月二十六日在念佛生中安 祥往生西方净土 他自幼务农 近三年成未养于专业护 经常发胃病 今年身体更衰 去医院检查 发现是晚期胃癌 就在家吃药调养 八月间病情恶化 肚大如骨 疼痛得双眼圆睁 脾气胸也如虎 每二小时必打一针止痛针 还自说陷到海底怪物 其妻也常看到门前有已故的怨鬼探头张望 幸运念佛善之时 劝他念阿弥陀佛 若寿命未尽 可早日健康 如寿命已到 可求佛接引往生西方净土 他听了很高兴 结果念珠开始念起阿弥陀佛名号来 家属也帮助他同念 自念佛后 病人自觉痛苦减轻 只痛针每天只打两针 不再见到海中鱼怪 神情安宁 念到第五天 能轻松地下床找食物 见到悬挂的三圣像闪闪发光 自知往生时间已到 在床上敷作合掌 他一声从无此举动 张开的嘴慢慢合上 面上出现微笑 安详逝去 如古大的肚子也扁平了 八小时后 全身冷透 顶门油温 沐浴更衣 全身骨结柔软 面貌如生 林中重重锐香 证明往生无疑 一个月后 家属皆梦献他在三圣佛后来安慰他们 1995 十一 二十五林雨川记 二十五林雨川记